《教科書復溫》第一課第十頁第十五題 這題講到這個圖顯示一支水銀溫度計的校對圖 Calibration Curve 意思是在不同溫度時水銀柱的高度 我們在圖上很明顯地看到 當溫度是0度時這一點我們就叫它是06 意思是溫度的長度是6CM 溫度是100度時水銀柱的長度是24CM 第一題題目的要求是如果水銀柱是16CM 請問當時溫度是多少呢 這題就沒什麼難度的 只需要在16CM那裏睿過來 這裏40至60有5格代表20 即是說每一格代表4 這一個位置就是60前面那格 即是60-4 所以A part的答案 A part的答案就是56CM 56CM 好 接著到B B就不可以只這樣看圖 就是要講到在溫度是0下10度的時候 水銀柱的長度是多少 我們就需要用到公式 我們就需要用到公式 公式就是一個不知道的溫度是T 就超過100 就等於L-L0 L100-L0 L0是代表在0度時水銀柱的高度 L-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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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就等于10L L就等于4.2cm 比起零度的时候6cm为低 接着那部分应该是比较难的 它叫你写出一条温度和水银柱的长度的关系 这部分的要求是比较高 其实它的要求是能够表达到温度和水银柱的长度 它当然会完全一样 这里就要发生一些事 例如承一些东西或者加一些东西 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要温度和水银柱的长度有什么关系 这里我们就要认识一个情况 就是数学上典型的直线的图形 这一条线就叫做Y等于MX加C 现在我们这一条线和它都很相似 这个就是水银柱的长度 这一条线就是L 就是打横的温度 这个就是温度 而这条线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去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将它和一个 简形的直线去类比 做一个比较 如何类比呢 就是Y Y 比喻为L L就是水银柱的高度 这个就是结果 在物理学上就是结果 我们写公式的时候 就写成L 就是结果 就是Y对L 好了 然后呢 原因 原因 为什么水银柱会膨胀呢 原因 就是温度 X就是因 Y就是果 这个X X就是我们的T 所以这条线就写在这里 好了 如果我们去找一张白纸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就是典型的直线是Y等于MX加C 现在我们是L 是等于不知什么T加不知什么 刚才说过 Y就对L X就对T 这个M是代表斜率 斜率 斜率 英文叫SLOPE 斜率 这条线的斜率 就是塞在这个黏着T这个物理量 接着 这一个 就是C 这一节多长 就是C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点的座标 就是代X是0 Y就等于C 所以 这一段 这个位 就是Y 我们立刻在图上看出来 就是这个 Y 就由这里 量到这个 就是说 其实就是6 好了 现在呢 就L 等于 斜率 乘温度 加6 我们就找回这条线的斜率 那怎么找呢 在这里 是有两点给了我们 分别 第一点 就是0 6 是其中一点 另一点是100 和24 那 那 找斜率 找斜率 就是 Y2 减Y1 Y座标双减 就是24 减6 Y座标双减 就是 over X座标双减 所以就会变成18 来到随意100 来到随意100 那 答案就是0.18 那 那就是说 L 邪率 就是0.18 就是0.18 乘T加6 那就是说 以后 这条线有了之后 只要我代回温度下去 就能够知道当时水温柱的长度 或者我们给了水温柱长度理 就可以计回温度出来 所以这题的答案 如果写一条公式 写一个关系的 就是 水温柱长度 是等于0.18 当时的温度去加6 这个 就是那个关系的方程式 也是C part的答案